俄羅斯法院下令 逮捕反對派領袖納亞爾尼為商 貨運業危機 貨車司機競爭壓力與經濟困境 709大抓捕九週年 海外聲援並頒發掌項 iPhone用戶小心 客客攻擊瞄準Apple ID 中共控制在美華人 專家說怕對黨中誠度下降 7月10日 俄羅斯法院在當事人決席庭審下裁定 逮捕本國政治議員領袖納亞爾尼的遺商 尤利亞成為克里姆林宮 全面鎮壓反對派的最新行動 德國總理索爾茨 在X平台發文批評 說俄羅斯此舉是對渴望自由與民主的逮捕令 美聯社報導 莫斯科·巴斯曼地方法院 以涉嫌參與極端主義團體的指控 下令逮捕現居海外的尤利亞 自從普京的頭號政敵納亞爾尼2月死在北極監獄後 尤利亞就實言將持續丈夫的遺志 納亞爾尼是律師出身 以對高官發起的貪腐運動文明 向來直言不諱地批評普京和其人馬 尤利亞發表聲明譴責這項逮捕 她表示 普京是個殺手和戰犯 她屬於監獄 納亞爾尼的前網療長 沃爾科夫在X平台發文說 惡名超章的巴斯曼法院在當事人決席下庭審 以身為極端主義社群一份子為由裁定逮捕尤利亞 這個其實是對尤利亞決心持續納亞爾尼戰鬥的一種認可 納亞爾尼的組織在俄羅斯被視為非法 被貼上極端主義團體的標籤 並被列入官方恐怖份子名單 尤利亞表示 俄羅斯有幾百名政治犯 蒙受不仁景欲 每日新案例層出不窮 普京執政二十多年來的所謂改善生活水準承諾 全部是騙人的 她批評對烏克蘭的血腥 而且毫無意義的戰爭 以及對國內的政治壓迫 已成為普京任期內的污點 我們國家遭到一名騙徒 盜賊和殺人犯領導 但是這個肯定會有結束的一天 近日一段影片在大陸網絡上廣泛傳播 揭露了大陸貨車司機面臨的極端生存壓力 影片一名大貨車司機痛苦地講述 只是今年已經有兩名同行選擇了自殺 在影片中 一位大貨車司機情緒激動地表達 為什麼我們貨車司機這麼難的 連養一頭家都做不到 她指出 很多司機面臨著無法承受的經濟壓力 運費不足以覆蓋基本開支 甚至有時候要虧本運輸 她特別提到了兩位自殺司機的案例 其中一位因為幾百元的維修費 而選擇了絕望的結局 針對這個狀況 希望之聲記者採訪了梅宇看世界節目的主持人 時政評論員陳薇宇 她表示 這種自殺現象發生和增加的背後 實際上有很多很錯綜複雜的原因 我覺得還是因為整個中國的經濟不景氣 包括內循環都不行了 現在貨運減少 就是很多商家面臨倒閉 所以這個貨運就減少 然後貨運一減 貨車司機又飽和 這樣就會形成一個惡性低價的競爭環境 貨運行業內競爭激烈 運費長期低迷 導致很多司機難以維持基本薪計 自媒體報導指出 大陸幾十萬輛貨車司機已經選擇停運或轉行 這個現象 幾乎相當於兩個省份的司機全部退出 行業的發展趨勢顯示 傳統貨車模式 已經無法繼續支撐如此龐大的從業人員群體 陳薇宇說 貨車司機她面臨一個低運費所導致的這種生活困境 實際上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應該說是從疫情以來的這個情況就越來越嚴重 就是整個國家沒有幫助貨車司機度過難關的一個方案 去幫他們降低這些費用 但是持續高油價高路費 包括罰款也是非常嚇人的 就是整個大環境導致了這個貨車司機 所面臨的這種困境 如果要解決這些現象 如果這個國家不去做些事去幫助他們降低這些成本 降低這些費用 那麼貨車司機就很難走出這個困境了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余明的採訪報導 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九週年之際 海外組織中國人權 人道中國 29原則以及網站改變中國 攀發709人權律師長 得獎者為擁有律師資格的中國公民記者張展 以及中國資深維權律師李旭涵 另一方面美國等多地民主人士舉行 替光頭活動聲援中國維權律師及家屬 並控訴中共踐踏法治 製造嚴重人權災難的罪惡 2015年7月9日起 中共在全國範圍內逮捕300多名律師及維權人士 被稱為709大抓捕主辦者之一 中國人權執行主任 人道中國主席周峰所向看中國表示 中國公民記者張展雖未曾執業 但亦持有律師資格 和年過70的中國資深維權律師李旭涵一樣 得到了中國人權律師群體的尊重和支持 周峰所讚揚張展富有正義感 張展在武漢封城的時候 去武漢調查公布武漢的實際疫情情況 他在武漢封城的時候逆向而行 從外地到武漢不顧官方打壓 2020年2月他以公民記者身份 親身到武漢跟進新冠肺炎疫情而被捕 並被以陳文芝氏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 至今年5月獲釋 而李旭涵則持續幫助被政府侵害權利的弱勢群體 陳代理法輪功、家庭教會這些案件 後來在709大早報的時候 他還冒險去為已經被捕的黃宇律師做代理 他在2017年10月失蹤 其後被控以陳文芝氏和詐騙罪 長期機壓超過6年後 才在去年10月被判有期徒刑6年半 至今年3月底獲釋 網站改變中國創辦人及主編 曹雅鶴表示 歷屆得獎者中沒有一個律師能親身領獎 他們不是仍在獄中 就是出獄後亦無法自由出境 這次的得獎者張展和李玉涵亦一樣 即使已經迎滿出獄 卻仍受嚴密監控 曹雅鶴提醒 即使709大早報已經過去9年 不能忘記被捕者關押期間遭受的酷刑 當局從肉體、心理和情感上 試圖純復被捕律師和公民 就是為了逼迫他們認罪 他直斥709為假案、冤案 這些人權律師和公民實際上並未犯法 另外7日傍晚 很多民主人士聚集在洛杉磯 徵半指廣場和美國銀行十字路口商業區 舉行剃光頭活動 聲援709律師 中國民主黨副主席、活動負責人 傑立健表示 當律師都不能夠維護自身權益 老百姓又如何保護自己? 他聲援709律師 同時也是在揭露中共無法無天 導致中國遍地人權災難的事實 加立健說 他們通過剃頭在繁華商業區建築上投影 播放人權律師記錄片 展示巨型海報及遊行等方式 向公眾展示中國人權災難的嚴重性 並呼籲大家聲援中國人權律師 洛杉磯民主人士表示 我們亦呼籲國際和國內的正義人士 一起關注中國政治犯在監獄中的警遇 並採取一切可行的方法 監督中共當局保障和改善政治犯的警遇 目前 仍有十幾名中國人權律師被關押或服刑中 在舊金山、冰島、南美等地 亦都有民主人士舉行聲援709律師的活動 在7日 中國人權律師團在X帳號發聲明說 極權2.0的時代 中國公民人權必然遭遇更嚴重侵犯 很多人權律師不能夠正常執業 未來可能會更加貧困 但希望大家能夠頂著 不能夠離場 人權捍衛者永不屈服 懷抱理想和持有願景 為民族涅盤和籌過黑夜做好準備 在新一輪的網絡攻擊中 黑客正將目標瞄準iPhone等電子設備用戶的蘋果帳戶 在7月2日 美國網絡安全公司 Symantec所屬的公司 Broadcom Inc. 在它的網站上發布了一份警告通知 隨著Apple ID的普及 越來越多人成為黑客攻擊的潛在受害者 通知中寫 這些帳號憑證非常有價值 掌握後可控制手機設備 訪問個人和財務信息 並可通過未經用戶授權的購買行為 獲得收入 一間圍魚在加州的安全公司表示 網絡犯罪分子正試圖通過惡意網絡釣魚 有片蘋果電子產品用戶 泄露個人帳戶信息與安全認證憑證 黑客還會利用受害者的憑證進一步 盜取更多敏感信息 或在用戶設備上安裝惡意軟件 Symantec在通知中還表示 在美國發現的最近一宗網絡釣魚案件中 壞人通過短信向受害者發送一則 偽裝成蘋果公司的欺騙性信息 令他訪問某惡意連結 一旦點擊了短信中的惡意連結 用戶就會被誤導入了一個 模仿過時iCloud登錄模板的網頁 並要求輸入Apple ID信息 為了令網絡釣魚片局看起來更為逼真 不發之途還在虛假網站中添加人機驗證步驟 Symantec公司指出 該虛假網站可以通過 冊上電腦或手機瀏覽器進行訪問 這個在短信網絡釣魚中並不常見 通常情況下 實施網絡釣魚之人 會限制手機瀏覽器 和特定地區用戶訪問他的惡意網站 以逃避監控系統的檢查 7月4日 蘋果公司在其支持頁面發布的指南中警告 客客通常會聲稱能幫助iPhone用戶解決然未知急 他們可能會聲稱有人侵入你的iPhone 或者iCloud帳戶 或者使用Apple Pay支付了未經授權的收費 騙子還可能以幫助阻止入侵 奪回帳號控制權等理由 紅遍iPhone用戶禁用雙重身份驗證 或避道設備保護等安全功能 實際上是在這裡降低iPhone用戶的設備安全性 蘋果公司強調 他永遠不會要求用戶停用他的手機 或帳戶上的任何安全功能 上述類型的詐騙 也不僅限於蘋果公司 為避免被詐騙或被身份盜用 切密打開可以電子郵件 或點擊陌生郵件中的不安全連結 如接到陌生人的電話和短訊 也要額外謹慎 據英媒報導 中國遙控在美國生活和工作的年輕專業人士 要求他們學習黨的文件 繳納黨費 並為中共做宣傳 美國專家表示 中共此舉是為了防止黨員背叛逃離 以及利用他們為黨效力 英國《金融時報》近日報導 中共要求在美國生活和工作的年輕專業人士 參加網絡研討會 指使他們在美國同行面前宣傳中國形象 向共產黨繳納黨費 研究從中國發送的政治材料 以及向中共黨官員報告 以確保他們繼續忠誠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 夏威夷聯合情報中心的前任行動主任 Carl Schuster 對新唐人表示 如果中國人生活在美國或任何其他自由國家 並且他們享受自由的好處 他們對共產黨的忠誠度可能會下降 中共非常擔心 Carl說中共遙控在美黨員的另外一個目的 是將他們當作中共和西方政治戰爭的先鋒隊 這是中共三戰策略的實際形容 三戰就是輿論戰、心理戰和法律戰 Carl表示 在這場中美政治戰中 那些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中共黨員 就充當了中共的前鋒代理人 據《金融時報》報導 在對10名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黨員的採訪中 學生表示 他們已經按照中共的要求 在公開場合對中國發表正面言論 例如2017年5月21日 在馬里蘭大學學院市分校畢業典禮上 來自中國大陸昆明的留學生楊書萍 在發表畢業演講時說 將昆明馬里蘭空氣質量做對比 從中美城市環境的差異 呼籲為民主自由的清新空氣而奮鬥 最後表達自由是氧氣 自由是激情 自由是愛的觀點 馬里蘭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 隨即在微信群呼籲學生採取行動 前主席朱力賢威脅稱 希望這位小姑娘好自為之 免都被你丟了 以詆毀祖國的方式來搏出位 是堅決不能容忍的等言論 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 是中共對美國校園施加影響的一個直接載體 根據胡佛研究所的一份報告 以及前國務卿蓬佩奧的透露 中共直接管理由中國大使館和領事館 資助的CSSA 靠強調我們應該開始監控這些活動 我確實認為任何人都應該這樣做 參加共產黨的活動 應該被要求註冊為外國代理人 如果他們不是這樣做 那就將他們驅逐出境 介紹得更多 解釋